還有學生問我分點公司要怎麼寫 就是哪一個數字應該要放在哪裡 那我就問他 你今天被殭屍咬 四天之後會變成殭屍的話 那明天也就是一天之後呢 一天之後呢 你就會變成喪失了四分之一的人性 多了四分之一的魔性 也就是還有四分之三的人性 然後有四分之一的 魔性如果這裡是 A的地方是現在 B的地方是四天後 四天後你就會變殭屍 所以現在過了一天的話呢 那你就四分之三A加四分之一B 兩天之後你就是再少四分之一A 再多四分之一B 也就是你會有四分之二的人性 和四分之二的魔性 也就是半人半魔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分數的形式 也就是四分之二A加2B 那如果三天之後呢 也就是這個題目上的P點 所以三天之後 你已經喪失了四分之三的人性 你還剩什麼 剩四分之一的人性 你會發現 但是離A離得越遠 那A剩得越少 離B離得越 離他離B離比較近 那其實B是比較多的這樣子 所以他是剩四分之一的 四分之一A的人性 和四分之三B的魔性 那我就會說這個放手吧 他已經不再是原本的他了 你說不 我還有四分之一的人性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搶救一下 那這個四天之後呢 就徹徹底底的變成一隻喪失 你就是0A然後 然後0A加四分之四B 對不對 那如果再過一天 第五天 這個 再繼續演變下去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剛剛講 每往右走一格 是少四分之一A 多四分之一B 所以你從0A 四分之四B 再往右走一格 你就會變成 四分之一A 然後加四分之五B 對不對 那這就是所謂的外分點 那我們在課本上 大部分看到分點公式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分數 然後上面寫幾A加幾B分母是多少 然後會跟你說 這個上面合起來會等於下面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從我們剛剛舉的例子裡面了解到 為什麼分點公式上面合起來會跟下面一樣 因為你總共分四分 那 所以完整的就是四分之四 完整的就是四分之四 所以你就是從四分之四A 到演變成四分之四B的過程中 你走了幾分之幾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 拆成兩個分數來寫的這種形式來看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分數合起來是1 因為原本就是一個完整的 就只有1A0B 後來是0A1B 所以這整個過程中這兩個分數合起來都會是1 那這也就說明了他如果寫成一整個分數形式的話 上面合起來會等於分母 另外就是說我們這樣子寫 把它寫成兩個分數的形式的話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像這個四分之三是A的倍數 四分之一是B的倍數 等於說我們用一種線性組合的方式來看待分點公式 也就是說用A跟B來合成來組合成P點的話 那你這個組合它的時候的比例 你的這個成分是幾比幾的成分 那我們就發現說這樣子的 合成的形形是四分之一A和四分之三B 會是這個P點 那等於說我們可以從線性組合的方式來看待分點公式 那我們也可以從速線上公式推導的方式來看 我們之後也還會再帶大家看 用加權平均的角度來認識分點公式 以及討論它在速線上位移的方式來看分點公式 所以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分點公式的時候 就好像你新到這個班級 你認識你班上一個同學 那你一開始是知道他 後來你可能陪他一起抬便當 所以聊到天 後來你可能發現他跟你做同一班校車 或跟你是同一個不習班的 你就跟他越來越熟 對不對 或者是別人在打籃球的時候 你們兩個都是打羽毛球的 那我們就會越來越熟 所以我們對分點公式越來越熟 你就不需要刻意去背他的什麼東西 現在用A點跟P點來表示PQR 剛才的說法如果你可以理解 尤其你假如本來就已經學過了的話 你可以試著按暫停自己練習看看 那我們現在來說明 我們先看內分點的這個吧 我們在看待分點公式的問題的時候 幾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 確認他是否符合分點公式 是否符合 那什麼叫做是否符合分點公式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兩個係數合起來是不是1 以及就是這兩個分子加起來有沒有剛好等於分母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去寫 還沒有去寫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我們來看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要判斷這個 A跟B到底分了幾段 分了五段對不對 這裡兩段這裡三段 當然你如果第一次聽到這樣子講解 你可能會想說分兩段 就這一塊這一塊 分五段 這裡兩段這裡三段 所以這樣子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樣 分母會數 就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上面合起來是下面 因為你總共就是分 上面這題是分四段 所以在這題的話它分五段 那你就知道說 所以我們的分母是五 為什麼分母是五 因為現在被殭屍咬了幾天 現在被殭屍咬了幾天之後你會變殭屍 以這個例子來看就是五天 所以五天之後變殭屍的話 那兩天之後呢 你還有幾分的人性 那這樣子的回答的過程 有的學生還是會答錯 那我都跟學生說 你可以猜測是怎麼樣 你可能是猜二 你也可能是猜三 我剛剛講你有幾分人性 你可以猜二 你也可以猜三 可是我們可以給自己一些 快速檢查的方式 什麼方式呢 就是五天之後變殭屍 那兩天之後的話 我是人性多一點還是魔性多一點 那你從這個角度你應該就會發現說 我應該還是人性多一點吧 因為還沒過一半啊 對不對 所以說五天之後變殭屍 我其實是還有五分之三的 人性和五分之二的魔性 也就是寫成五分之三A加二B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這個P點 五分之三A加二B 那麼於是我們就來看R點了 五天之後會變殭屍 所以現在A點 現在的你是0B 我們要寫1A 1A加0B 那如果是五天之後你是0A加1B 對不對 那這個1B我們要寫五分之五 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1A應該寫五分之五 五分之五A加0B 那R點呢 就是說五天這裡是被切五段 你是到了這個完全變殭屍之後 又過了幾格 又過了兩格 那又過了兩格 我們剛講每往右走一格就會怎麼樣 就會少一分人性多一分魔性 所以你從0A5分之五B 又往右走的兩格 你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 負2A了 因為你0還繼續扣 扣到變負2 然後已經到5還在加 所以你會加到變 7B 這就是R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Q點 所以說如果我從A點往左走 那往右走是 每往右走一格 就 這個 減五分之一A加五分之一B 所以往左走是 加五分之一A減五分之一B 那五分之五A加五分之一A 所以是五分之 6A和 負的 五分之一B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它是五分之 6A減B 可以嗎 所以我們剛講 第一個檢查是否符合分別公式 第二個判斷它分幾段 也就是每往右走一格是減幾 幾分之一A加幾分之一B 這件事情看出來之後呢 其實還有一點 第三點 那寫在這裡 確認分段 也就是說確認你現在求的這個點 在中間還是在右側 在AB的外面右側 還在AB外面左側 確認區域好了 確認區域好了 那這樣三件事情做完之後 你其實就可以書寫了 我們剛剛也就是這樣寫的 那我們來留意一下 是不是我們剛剛說上面加起來會有點下面 上面加起來會有點下面 上面加起來會有點下面 而且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如果它在右側 如果它在右側 它會在B這邊爆掉 就是B分母的這個數字會超過 分子的這個數字會超過分母 而A這裡是負的 我們以這個分成兩個來寫的這個形式來看 它會變成是5分之2A 和5分之2A和5分之7B 所以說它A這邊是負的 而B這裡會超過1 5分之7超過1 因為我們在B這一點本身是0AB 所以你再繼續走 A就負了 B就超過1 那同樣的在A外面的話 在A這側外面的話 那它會變成是A這邊超過1 然後B這邊是負的 然後合起來還是1 這樣子 有懂嗎 有懂的話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問